在纽约双字塔的110层 418米的高空中 这个男人站在钢索上单膝下跪 向天空致敬 为梦想喝彩 下面的人在不断为他欢呼 没错 没有安全锁 没有表演服务 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他甚至开始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下面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 警察也开始出动了 当他起身向前走去时 看到两个警察向他走来 并制服了他的同伴 让他赶紧回来 但男人并没有因此慌张 当男人快要走到终点时 对着警察微微一笑 举起平衡杆放到了肩上 一个漂亮的转身 走了回去 两名警察背下得手足无措 来到中间时 又再次停住 把平衡杆放在了钢索上 然后跪在了平衡杆上 张开双臂 双手放飞 接着对面大楼的警察也上来 男人却毫不慌张 他在钢索上来回跺脚 还跳起了拉丁舞 再举起平衡杆放到肩上 又一个漂亮的转身 再次走向钢索中间 把一只脚踩在平衡杆上面 张开双臂 仿佛在拥抱天空 接着缓缓坐了下去 慢慢地睡在了钢索上 把平衡杆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此时下面围观的群众 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有的在拍照 有的拿出望远镜 观察着这个空中的男人 他平躺在钢索上 轻轻抚摸着眼前天空上的云彩 丝毫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相反却感觉到非常的享受 直到一位空中飞行表演者的到来 打断了他的空中旅程 一只大白鸟迎面向他扑来 恶狠狠地盯着他 此刻他感受到了危机感 必须该结束这场表演了 他慢慢起身站起 然后向对面走去 就在这时 钢索却突然出了故障 木桩受力态就突然断裂 中间固定的螺丝也脱落 男人一只脚滑落了一下 警察和下面的群众都吓得惊呼起来 接着警察出动了直升机来到这里 对男人提出警告让他赶紧下来 男人继续向回走 直升机带动强烈的封压 给男人增加了不少压力 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凝重 云雾在他身边缭绕 而他的脚底也以鲜血直流渗透鞋子 却依旧不愿向警方的直升机求助 男人赶紧稳住 调整心态 把平衡杆放到肩上 单手扶着平衡杆一步一步向对面走去 终于快要接近楼顶时 他忽然有点紧张 身体不自由地颤抖起来 钢索也左右晃动得厉害 眼看就要掉下去 男人赶紧沉下心来 好在钢索也停止了晃动 然后一股作气把平衡杆抛了出去 刚走上天台立马就被警察靠住 下面围观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纷纷为这个男人鼓掌 就连逮捕他的警官也夸赞了他 他的表演瞬间火遍了世界 各大媒体争相采访报道 是的 他成功了 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可是追梦艰辛路 背后是无数的艰难和险阻 无数人的质疑和不信任 又有多少人能坚持下来呢 当然男人的成功不只是自己 他还有一群生死与共 同甘共苦的朋友 好了 电影到此结束 我是薯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